《人在低谷,也要富养自己》 《人在低谷,再难,也要富养自己》 切记不能破冠破摔 把眼界提高,把品行修炼 静静等待机遇的到来 《读书,富养灵魂》 清代原梅说 《读书好处新鲜绝,沥雪深时,道已传》 低谷处千山万水,寂静无声 与其胡思乱想,不如读书 读人物传记,读明清小说 明白做人的道理,积累处事的经验 难熬的日子里静静读书 终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诗人苏氏,博览群书 精通诗词歌赋 但他依旧坚持最笨的读书方法 超书 四五十岁那一年 苏氏因为屋台失案 被贬到湖北黄岗 有一天,好友朱寨来拜访 而苏氏过了很久 都没有出门迎客 出来之后 朱寨问他在做什么 苏氏回答 在超汉书 朱寨惊讶 以您过目不忘的天赋 为何还要超书 苏氏说 我超汉书已有三遍了 边超边背 现在只超一字做题目 只要提起这个字 我就能接着往下背诵下去 朱寨随口提问了一个字 苏氏马上就能背诵出后面的内容 苏氏曾经提出八面授敌读书论 读第一遍 从中学习 至世之道 读第二遍 学用兵方法 读第三遍 去研究 人物和官制等等 书父如入海 百货皆有 读过的书会成为你的底气 一个人越是在低谷 越不能焦躁 静下心 读好书 养运气 运动 复养身体 作家达芬奇说 运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首先从脸色体现 整日宅居 面如死灰 毫无光彩 坚持运动 促进血液循环 面色红润 人在低谷时 最怕放弃 对身材的管理 不管明天会遇到什么危机 先让自己的体魄强壮起来 袁隆平先生 投身农业领域 同时也热爱运动 游泳 排球 跑步 年轻时的元老 是运动健将 在学校运动会上 拿过多次第一 1952年 在西南农学院上学的 袁隆平 报名参考空军 全校有800多名学生报名 但只有八个人合格 袁隆平 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各种原因 他没能去城 老了之后 袁隆平每天坚持运动 他形容自己是 80岁的年龄 50岁的身体 30岁的心态 运动是成本最低的富养 一来增强体魄 二来提升精神状态 不陷入懒惰颓废中 人和机器一样 经常运动 才不会生锈 不争 富养格局 老子曰 夫为不争 故天下 莫能与之争 胡海处于低势 方能纳百川 做人也是一样 身处低谷 不争不变 谁处下不争 不自以为大 却终能成其大 成白骨之王 人生在世 太多是非对错 往往争得头破血流 最后输的是自己 有时候 不争是一种智慧 有一次 小赵和朋友出去旅行 住在一个青年旅社中 他们是凌晨三点的飞机 半夜起来 赶去机场 这个青年旅社 屋于一个小区里 出去时 需要保安开门 结果 保安出来说 要交两元的开门费 小赵一听这话 就很生气 开个门 什么时候要交费了 半夜两点 四处漆黑 所有人都在熟睡中 小赵差点和保安 吵了起来 朋友立马拿出两元 交给保安 说了句谢谢 就拉着小赵赶紧走 后来小赵问他 为什么要交钱 他说 大半夜的 我们两个女生 跟他吵什么 不过是两元钱 若是出了意外 人生地不熟 恐怕会惹来更多的事 小赵恍然大悟 两元钱是小事 耽误了行程 恐怕要多花几千元 文人处事 眼光要放长远 不必拘泥一时琐事 所谓将军赶路 不打小鬼 真正的聪明是 审时夺势 不争而争 人在江湖 远小人 而尽君子 不争是最高的素养 不纠缠琐事 而放眼 更美好的未来 有一句话叫做 改变别人 是神经病 改变自己 才是神 热爱读书 坚持运动 不争是非 在低谷时期 悄悄地成长 是在人为 尽力之后 就顺其自然地 等待结果 余生短暂 请先 抚养自己 好了 今天的文章 我们就分享完了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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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